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一番情绪方面的情况 今天要讲的是不同年龄的人 有情绪困扰的时候 他会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是我看书本上的组合资料 所以并不是一篇文章 我是以一个句子简短的代表 其实人由你入胎的时候 在胎儿母亲的肚子里面 都会有影响 我最近才说过一个个案 是三岁的哥哥 对一个出生后很危险的婴儿妹妹唱歌 结果他安定下来 翌日就可以出院 这个意思是由胎儿里面 你也会有情绪困扰 所以我是将由胎儿开始 知道是老年分为七个阶段 第一是胎儿 第二幼儿 第三是儿童 第四是少年 第五是成年 然后中年到第七是老年 七个阶段的人生里面 如果你有情绪困扰 会导致你将来有什么情况 现在一一为大家介绍 先说胎儿 有很多是不想要婴儿 要堕胎 但是又堕胎不成 这些婴儿她会早产 她会有残障 有先天的腰折率高 而且她长大的时候学习困难 犯罪率比一般正常婴儿高 我有个朋友就是 她的妹妹 她妈妈导她的时候是不想要的 食药堕胎 但是也不能导 结果就生她出来 到我认识她 已经是成年人 结了婚 但样子是不开心的 而且身体很小 很多病痛 至于第二阶段 幼儿方面 根据新生儿的心理学家认为 幼儿的时候受到这个伤害 被冷落疏忽 或者经常被批评 孩子成年后 会吸毒 自杀 肥胖 有患癌症 慢性病肝炎糖尿病 这些基率高达6至12倍 第三阶段 当然是儿童 儿童受药 会导致 朱如症 和性器官发育不存 香港曾经有个个案 有个后母去虐待前妻的孩子 几岁大虐待她很多年 直到16岁 被人找到她出来的时候 她的身高只是相同年岁 去到别人的脚底下 救了之后 当然不再受虐待 经过三年之后 她慢慢长得多些 只不过去到正常年岁的耳朵 到少年的时候是怎样呢? 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 18岁至20岁 如果有情绪困扰 是会影响她的学习和记忆力 因为会永久损伤她的大脑 但这些影响 是会迟些才出现 而在加拿大2005年 亦有研究调查过 是用908名16至17岁的少年 用了6年的时间追踪 结果显示 三分一这些少年 如果觉得和父母关系不好 比那些和父母关系好的 是容易有抑郁症 而这方面 女性比男性的症状更加明显 更加多 好了 到成年 今天怎样呢? 情绪困扰的严重 是影响你们健康 甚至会患癌的 平时我所说的 有关情绪的那些 全部你可以适合 而如果20至24岁有情绪困扰 她会比那些65至75岁的老人 有情绪困扰 需要康复的时间更加长 至于中年的时候 在哈佛大学 亦用了哈佛大学的学生 35年的追踪研究所得 结果 如果和父母不亲密 她中年时候有百分之百 机会有慢性病的 好像心脏病 糖尿病 癌症等等 如果她们曾经和父母很亲密 她中年时候只有一半数人 有慢性病、心脏病、糖尿、癌症 而在瑞典北爱尔兰 亦用了16至20年追踪研究 结果效果是和哈佛大学的研究所得相同 至于老年 老年有几方面受影响 第一就是影响免疫力 如果这个老人家要照顾她的配偶 和那些不需要照顾配偶的相比 要照顾的是容易有骨质疏松症 癌症、心脏病、糖尿病 这些情况高百分之六十 至于另一种要照顾孙儿的那些 那些祖母很多时就要帮忙照顾孙儿 如果每个星期她只花9个小时 照顾孙儿 她的中风率是增加55% 而如果65岁患忧屈症的人 三至六年之后的死亡率 比同年岁没有忧屈症的人高两倍多 这七个年岁的阶段 她所受的影响 得到的结果也各有不同 所以情绪这件事真的影响我们很重要 情绪是导致差不多大部分疾病的来源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方面有干扰的时候 尽量找方法去化解它 减轻它疏度这个情绪 那你的身体健康就会得以保障 至于如何疏度情绪 我跟大家介绍过 我会将相关资料的网址 放在现时的视频之下 你按进去就更多资料给你参考了 多谢你们的收听 祝大家都心情愉快 开开心心过你们的每一天 拜拜